花蓮觀光漁市二期工程日前完工 只是都還沒有啟用呢 就被發現管線生鏽 而且地板還積雪 供水也不足 這樣花了五千多萬的工程 讓民眾直呼浪費錢 另一旁的貢物廣場完工之後 卻閒置了九年 同樣是花大錢 蓋了場館 卻都淪為了文子館 寬闊的廣場前 有一棟白色建築物 這裡是花蓮縣府 斥資千萬打造的觀光漁市 但周圍卻是相當冷清 經營甚至一個人都沒有 讓不少民眾相當好奇 於是怎麼會沒有攤商 目前就是沒有一個準確的時間 然後告訴我們說什麼時候過去 那我們這邊又面臨港務局要拆遷 原本就有於是以鐵皮搭建 一共有九家攤商 營運將近三十年 不過因為環境老舊 且用地不在商港範圍 前年底租約到期後 花蓮港務分公司 便把地收回去不再續租 讓他們面臨拆遷問題 雖然花蓮縣府打造了新漁市 但卻遲遲瞧不定搬遷時間 一拖再拖讓這新建物也變得老舊 畢竟已經放這麼久 要在海邊 在海邊的東西設施容易壞 然後在這邊那麼多年了 然後現在才要過去 實際走進去發現裡頭 不僅管線生鏽 地板積水 甚至下水道阻塞 簡直成了蚊子罐 就連水源都不足 且這個地點距離漁獲排美廠救院 攤商擔心客人不多 種種原因下來 都讓他們降低搬遷意願 店是有 但是沒有水的系統 我覺得這邊如果東西 設備用得齊全一點 系統用得齊全一點 應該會有一些廠商會願意進來 這邊進駐 而其實漁港內蚊子館布置這裡 就在旁邊這五彩繽紛的建築 在民國九十六年就完工 原本規劃做購物商場 但是歷經多次招標全流標 到現在依然宛如空殼 文字館後續該如何經營管理 成為一大難題 記得裏面來學歷行華裏報道